那你靠現銀去模仿你心情怎麼樣 我想說 欸我模仿了還算是有七八二十秒 但你眉毛太短了 我覺得這眉毛很短 天啊 你的人生竟然可以走到這一刻 然後可以去迎接這一個 就是 這麼幸運這麼美好的事情 即使得獎不是我 所以張愛家得獎 你很敢說什麼 就很敢說什麼 因為你如果未生子還在我未生子 其實本來我不會得獎 我會得獎會合格 沒有啦 因為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打預防身上 啊你不要得獎那麼重啊 以至於到最後 我其實都已經告訴自己說 其實我們也很棒 然後不管怎麼樣都很棒 所以 得獎的時候覺得自己更棒 你們想做一次的運動嗎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也是有很厲害的對手 對 然後 我們畢竟還是有毒片 然後 再加上對手又這麼強 所以 我覺得 本來我覺得就是 開開心心的來 因為我們 不管在票房上 或是在 Memphis 上 然後還有入圍的 數量上 都已經覺得有 有夠強了 然後他就 他已經是不會在台灣 進行的變難 我覺得他已經很棒 所以就算是一個獎都沒拿 我還是很驕傲 我還是很驕傲 沒有拿到最正的 我覺得每一個沒拿到最正的 我覺得每一個沒拿到最正的 每一個都沒拿 每一個都沒拿 啊你如果想要拿哪個正 這個還每一個都這樣拿 我旁邊的人都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很緊張 會不會緊張這個頻道 我剛剛說還好 就算還好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 蠻chill的人 對 然後都是 一直到最佳導演幫忙 然後 準備要搬 即將演講說 我心臟突然磨磨磨磨 我就開始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一直在大聲 對 然後我就說 我有聽到怎麼 欸突然有緊張的感覺了 可是那個緊張 不是說 緊張自己會不會得獎 而是 你會覺得說 即將你的人生 竟然 可以走到這一刻 然後可以去迎接這一個 就是 這麼幸運 這麼美好的事情 即使得獎不是我 所以張艾佳得獎 所以 就很感動 她還感動 而且講得很好 我就是在哭 而且其實 電影的那個 金華開場的時候 在播預告片的時候 我就已經哭了 對 然後我就問她 我就問她說 你不會想哭嗎 我說你不要一直哭 因為她一直哭 然後就一直裝花掉 然後都各式各樣 然後又流鼻血 然後口號裡面 因為我們鼻血 然後一張都衛生紙 啊這是 我跟你講你 你不要衛生紙 還到衛生紙 那你靠謝忻去模仿你 心情怎麼樣 你沒有嚇到我啊 因為我剛剛蠻熟的 然後你們認識了 我們許許許內容 對啊 然後我們也一起問五台劇啊 我想說 欸我模仿了 還算是有七八個一條 但眉毛太濃了 我也很想要再跟她 所以我們下次 就會跟她 所以片酬有要再提高一片 當然 當然 OK吧 OK 我今天有跟她 黑木桶聊到幾個 我有跟她有話 然後她跟我說 她也看完 真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給她 然後她在拍咒之前 我給她看見片她 我也看了鬼嘴怪怪怪 我有先叫她看鬼嘴怪怪 對 然後她有跟我說 就是即使未來在艱難 都還是要艱辛辣 你們可以繼續幫忙 這樣 然後 我差點問得到 不好意思 你今天就是你妹妹的中 對我就是你妹 是老闆 對導演太太有說什麼嗎 但有九小時後 好像還沒有認真 能夠講到話 目前還沒有 其實要講 我到底就沒有再聽話 這種獎項 然後 我們 我們 就是我們的時候 她就一直 然後我跟她講 她就說 這個獎項 可以 那我現在才像小孩 老公 這一次會不會又 餵你萬事 這樣 她上一次真的很替我萬事 我回到家 我要安慰她 對啊 所以我今天到現在 我還沒有打開手機 我就想說 萬一 打開了 看到她的手機 就是像她很失落的話 我還要先 花時間安慰她 我打算明天再好好安慰她 不要死我啦 我覺得你們在我心中都是最棒的 我知道 真的 真的 真的啦 我會找你們演戲 繼續找你們演戲 所以 不要 通常都會說 沒有 我們要謙虛 那我們片酬絕對都不長 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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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誠實的最愛情 因為本來真的很少 因為本來真的很少 長也沒有多貴 超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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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阿軒女友有說什麼話 有啊 很開心 還是很自我很開心 對 然後她下禮拜比賽 還要上台 你剛剛有在IG感謝她的嗎 有啊有啊 沒錯 一定要的 有想到幾年就會拿到我 老實說我其實有準備兩張 就是 獎子稿 一張是 劇本的 一張是 反正 導演跟 追家影片不可能是拿嘛 我有一張是 就剪輯我也有覺得 對 沒有我心裡面就一直覺得 剪輯要拿 剪輯要拿 剪輯應該要拿 對 剪輯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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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輯要拿剪輯要拿